从新闻音味学那个发音 英文发音 这个一个段落 第一段又红色 一段又蓝色 那绿色字是动词 动词是句子灵魂 那这边下面发现 因为我这个是从 我另外一个频道 这英文秘籍里面的 新闻英文 摘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刚好有这个 划线 划线就是断曲 这边主要是断曲 这边我们只讲发音 那意思就不讲 意思在真的不懂 去看我那个 这个英文秘籍里面的 新闻英文 我们这只是念 讲这个怎么样 发音的重点 我们先念一遍 Microsoft to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Some were joined to Microsoft will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if they choose to US media reported on Friday becoming the latest employer to spend work from home provisions promp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U.S. tech news website The Verge said Most Microsoft employees still at home as their health cross the drag zone and the company doesn't expect to reopen its U.S. offices until January or next year at the earliest but when it does workers can choose to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with their manager's approval although they will have to give up their office space 因为这边 我之前 已经先画好线了 所以这样子 断句会断得 比较清楚 那我们还是讲一下 Shopperjai Microsoft 停一下 When let employees 停一下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停一下 If they choose to 这样就很清楚了 就不管你念得多快 还是要停一下 所以你看外国 有时候 你英文听力够好的话 不管他讲得多快 他还是有停一下 没有人说 连珠炮那样讲的 他快是快 有停顿 只是说你可能 听不习惯 比较少听外国人讲 你觉得连珠炮 你听不出那个停顿 还是有停顿 只要讲得越快 停顿的时间越多 没有人说 我可以全部讲 然后连珠炮的 当然 有一些美剧 外国电影 他讲得真的飞快 因为美国人有连音 他断句断得很不清楚 也有 所以英国人对美式发音 美国人讲的 有时候很有意见 你念那么快干嘛 赶时间吗 当然演电影要赶时间 要紧凑 所以像英国剧 他当然有时候也念很快 可是他字念得比较清楚 英国式的发音 比较清楚 断句也断得清楚一点 虽然他讲得快 可是他断句断得清楚 所以我这个听 听这个英文讲 虽然他们有他们的口音 有种不习惯 尤其英国片 有些是威尔斯的 有些是苏格兰的 有些是北爱尔兰的 发音比较怪 可是他们基本上 就是那个断句 都比较清楚 美国人就老粗 所以美国人 你不要说 美国人英文讲得很棒 老粗 讲话 断句断得 很不清楚 连猪炮 那样讲 但实际上他们 现实生活 也没有讲那么快 因为演电视电影 剧本看了几十遍 要背了半天 中间要吃螺丝 好不容易吃 连猪炮 所以不要被 那个电视剧骗了 你真的去 问那些 这个明星 施理下访问 他就讲得很慢了 奇怪 他怎么演电影 演电视剧的时候 他讲得很快 施理下记者 问他问题 要想半天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正常来讲 发音不会太快 不要被那个电视剧那片 他已经背了多少遍 同样的 大陆 中国拍片 台湾拍片 不管国语台语 或什么方译 讲得很快 实际上没那么厉害 你没有稿子 没有剧本给他 他也是讲得慢慢的 至少没那么快 US media report on Friday 停一下 碰到 标点法停一下 Becoming a latest employer 停一下 to expand to work 停一下 prompt可以单独停一下 算它不是主动词 不是主句动词 但是它也有动词的这个味道 因为它本身动词 只是它是 它是那个子句的 或者一起念 也可以 但停一下 它就叫prompt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像这个 COVID-19 pandemic 这种 算是两个字 可是它是一直连起来 像这种字叫 连的 要连起来 念快一点 中间 就尽量不要停顿 US tech news website 停一下下 Diverge 专有名词 停一下下 Sed 也可以停一下 动词 停一下 停一下下 碰到标点符号 就停稍微久一点点 Any company 到这边 可以稍微停一下下 因为后面碰到主动词 Just a respect 停一下下 To reopen its US offices 停一下下 Until January Next year 再停一下 At the earliest 这样断句就很清楚 自己念得也不累 别人听起来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 华人跟外国人讲英文 讲慢一点比较好 因为不是母语 讲得清楚 沟通最重要 有的人就死不开窍 我讲很快 我算英文 不是我论文语 我讲很快 连出炮 表示我英文很棒 这种就没有自信心 外国人很多教授 大人物 他英文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他讲得慢慢的 因为他已经超过那个境界了 他说 我不再修英文了 我已经几十岁的人了 我英文好得不得了 我干嘛要证明 讲得快证明 我英文好 我英文好就是事实 所以有信心的人 自己肯定自己 不需要人家肯定 我就这么好了 我重点是 我要讲异样懂 我要讲的味道 所以唱歌 所以一般人 唱歌 一直是把它唱完 好的歌手 感情 所以讲话也是一样 你讲得快 你就细节就没有 所以有的大人物 你看那个中共 高层 出来讲话 讲得很慢 自自 坑枪有力 那才有味道 你看大人物 他不会那么 逼里巴拉去讲完 除非要特殊状况 不然的话 正式场合 他一定 讲得比较慢 一样顿挫 断句 很清楚 肯枪有力 这才有味道 所以华人 因为我们一般 没有能力 讲很快 或者你只有短时间 讲很快 你要全部都讲快 没有这个能力 除非你在美国 住很久时间 就算你有能力 讲得很快 也不需要 因为讲得快 它只是最低沉的 但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像有一些人说 讲得快好棒 好欣赏 不是这回事 你要把这个意思 句子意思 重点表达得很清楚 吭枪有力 一扬顿出 该断句 才有重点 是这个意思 Workers can choose 停一下下 The work found him permanently 停一下 With the manager's approval 停一下 碰到 败点包 停一下 Although 可以单独停一下 有这个转折语气 当然你 连在一起也可以 但最好这边稍微停一下 这样就比较清楚 这一听一下 虽然怎么样 但是怎么样 你讲一句话 讲了半天 但是 你不要说讲了半天 但是怎么样怎么样 味道出不来 最终转折语气 都要捏慢一点 而且重一点 但是 虽然 在这个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 我现在要说重点了 重点是 像这些转折语气 叫捏重一点 捏慢一点 才有味道 Then we have to give up 停一下 The office space 最后再念快一点 念快一点 念快一点 不是说 我可以念快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有时候 比如说 你就想念快 或有时候是赶时间 或怎么样 也可以念快一点 不是不能念快 但是不要为快而快 有时候 这个有需要 你老是讲 慢点会受不了 有时候或者你状况好 你想念快一点 也可以或赶时间 怎么样 可是 咬字 每个字的咬字 尽量不要拉掉 断句 还是要清除 一样顿错 还是要想办法 把它轻重 高低 掌握住 Microsoft Let the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Southwell's giant Microsoft Let the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If they choose to U.S. media Reported on Friday Becoming The latest employer Disband Work from home Provisions Promp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U.S. tech news Website Diverge said Most Microsoft Employees Are still at home As the health crisis Draxel And the company Doesn't expect To reopen The U.S. offices U.S. offices U.S. until January of next Year At the earliest But when it does Workers can choose To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With their manager's approval Although They will have to Give up The office space 稍微快一点 当然再快 也可以 再快一点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 这些就不容易保持 咬字发音 断气 就不容易保持 那像 我 最后试验一下 再念 更快一点 但是一定 有些地方 就没办法保持 Somewhere giant Microsoft Will the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If they choose to U.S. media Report on Friday Becoming the latest Employer to spend Work from home Pervisions Perm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U.S. tech news Webcite Averge said Microsoft employees Is still at home Is a how the crisis DragSong And the company Doesn't expect To reopen The U.S. offices U.S. until January next year At the earliest But when it does Workers continue To work from home Permanently With their manager's Approval Although they will have to Give up their office space 这样子 虽然是快 是蛮快的 可是 有些重点 就一定会 会拉掉 这没办法 所以我是强调 不要为快而快 就用正常的速度 或者甚至 念慢一点 都没关系 但是重点 是那个味道 味道是高于速度 速度没有什么 了不起 把味道 把断去 因为断去 断得清楚 起程转合 一阳顿促 这些做得很好 你念的才有味道 这集讲在这里